啊 我们刚才说讲 天呐 他这里K是指这样的要起先 就是指这一段 Y等于X平方 X呢还是从0变到1 那么这个做法呢跟刚才是一样的啊 K是Y等于X平方 那么你把Y用X平方带进去就是了 对吧 就是X三方DX 然后X呢从0变到1 所以这个结分就四分之一 这就完了 这样一样带进去就完了啊 好 第三个情况 第三个M是什么呢 M是指这样一段线的 大家看啊 M是指这一段 到这一段 这样两个线 这样 很记得这样一个线段到上的结分 结分就是指这个方向了 这样过去了 这样方向 好 这个时候我们来看它的结分应该怎么算啊 我来看看第三个结分啊 第三个结分 XY 在这个线段 在这段线段上不Y都是0吧 所以被这样说你有个Y 那么这个质量就是0了 函数都是0了 你结分当肯定都是0了 对吧 在这一段上 Y等于 在这一段上 Y一直在变的 对吧 Y一直在变的对吧 但是X呢 很等于1 在这段线段上X不是等于1吗 在这段线段上每一个点X都是1吗 这个X是个常数 X是常数 DX当然就是0了了 X等于常数 DX DX就是X1P吗 DT吗 这就当然是0了 所以这个是0 这个是这个是0 所以这个结分也是0 所以合起来总共结分呢 这个就是0 这个结分就是0啊 所以你碰到这种特殊的线段 有时候有些东西碰到特殊反而不会算 这怎么办 这很简单啊 很简单做一下 好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第二个例子 第二个例子呢 大家看书上第二个例子啊 第二个例子呢 曲线还是刚才这个曲线 大家看 Σ是由球面和这个平面交成的圆轴 对吧 那么这个时候他要说一下方向了 这个方向呢 从第一挂线来看Σ 它的方向是按反时针方向进行的 就这个时候啊 它指明一个方向呢 就是因为刚才不要说方向 现在要说方向 不然他要插个符号了 那么这个时候 他就叫你这样看的时候 这是 这个曲线了 那么这个曲线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那么他说从第一个向前 从这个向前看过去的时候 它是反时针方向 那就是这样了 这样方向转了 它是反时针方向转了 对吧 你从背面看过去 那就反一个方向了 所以他说在哪个地方去看 这个方向就是这样 好 那么现在呢 这个方向是已经有了 对吧 这个方向是已经有了 这就是我们刚才算出的方向是 我现在留在这 这就是这条曲线的参数方式了 那么你 容易看出来 我现在是一趟从零到二拍的 我写出那个是字 但是这个方向恰好就是对着我 C它增加的方向 恰好就是这个方向 因为刚才一一一二 三个向量 看它是不是构成右手系 怎么看 大家知道吗 算它的行列是 不不 手上看上就这样看了 一一一二一三 对吧 现在这个一一一二一 我刚才这个是一一 一一 这是一二 这算第三个一三吗 你去单位向量它就是一三了 就这个坐标系了 对吧 那么那么你怎么用数学来判断 它是不是构成右手系呢 就把这三个向量 它的混合器 看它得到的行列是是不是正的 这个知道吗 知道的啊 知道我不说了 所以就看一下 所以这是正好是构成右手系 那么所以正好是我这个增加的方向 所以这个时候算的时候呢 就这样算就可以了 好 我们来算一下 它现在让你算三个解 让你算的是X 大家看第一个体啊 它有两个体 那么这个分开了做没什么特别的地方 我们看第一个体啊 让你算X比X Y比YZ比Z 那么就要你算这个解放 X比X Y比Y Z比Z 那么这个一看呢 就算这三个解放肯定是一样的 因为它是对称的关系嘛 X跟Y是一样的 所以你只要算一个好了 算一个就够了 算一个 其他两个都是一样的了 因为它没有什么不同的地方嘛 它一定一样的 好 那么你在这个干嘛算 那么现在就是 你这个方式都有了嘛 你就老老的算出来 0到2π 然后X把它带进去 A 根号六分之一 cos θ 加上根号二分之一 sin 这是X DX 求它的导数 对吧 然后A 就把它拿出来 然后呢 它求加导数呢 负的 根号六分之一 sin θ 它求加导数 加上 根号二分之一 cos θ dθ 就算这个结封了 算这个结封了 你又回到我刚刚讲的了 这两个还说乘其的结封是什么呢 是0 sin cos 在0到2π结封是0 所以这两个你不要乘了 结封是0 这两个呢 乘其了 三亿扩散 结封也是0 所以要算的呢 就是这个时候 乘它 这两个结封 这三亿平方 扩散平方 好 三亿平方乘在系数是什么呢 系数是负的 根号是二分之一 对吧 负的 而这个乘出来呢 正号是正的 当然扩散平方 这个π 三亿平方也是π了 正的根号是二分之一 所以这个结封等于什么呢 等于0 就完了 所以这个结封就是0 对吧 当然就还有π了 反正你这个加导已经是0了 所以这个结封就是0 因此呢 三个结封加起来呢 当然还是0 我这个题呢 像刚才也有一个很简单的办法来做 什么办法呢 我们学会这样看 这个结封 实际上就是什么呢 实际上我说就是π 点称dp 对不对 p是xyz dp是dx dydz 这个点起来就这个项量了 对吧 而现在对我们现在而言 因为这个π是在球面上了 在球面上一部分 在这条线上 所以π点称p自己 等于什么 等于a平方 对吧 p是在球面上 球面上 球的半径是a 所以它点称自己 当然就是它的长度 就是a了 在球面上 p点称p是a平方 两面球导数 我们做的练习记得吗 这个球导数是什么 对 这个θ球导数 这就是p 它不动 成了它导数 再加上它不动 两它不动 都一样的了 p点称dp了 这个球导数是0了 常数嘛 导数是0 我们这么做过一道练习 对不对 如果一个向量 一个向量 比如rt 如果知道它的谋常 是个常数 3 就是说 那么这个对t的导数 就是r点称r dr跟r是垂着的 也做过一道练习 大家可能记不得了 这个用的就是这个式 所以这个点称是0 所以这个结法一定是0 好 下面这个就一样了 就没有必要再去算了 我们就不算 dr的例题 也就是方程式都有了 就算一下 下面我再讲个例子 稍微难一点的 大家看 讲一个书上的鞋体 268面 268面 第8个题目 我讲第8个题目 大家看一下 268面第8个题目 第8个题目呢 这条曲线是这样的曲线 一个球面 跟一个柱面交错 大家看后面x方加y方等于ax 就这两个变量xy嘛 它的xy平均是在曲线 那在空间看到 它这个柱面 这个柱面跟球面交错的曲线 眼睛从点 这个看去过去的时候 是反正认为 要你计算 这个长 这个长就是y方 z方 x方 沿着这条曲线 所做的公 就这个意思 那么 首先呢 沿着这条曲线 所做的公 什么意思呢 我先把这条曲线画一画 大家知道 这个图我们以前画过 大家记得 这个曲线是这样一个曲线 一个是x方 加y方 加z方 等于a方 还有一个是个柱面 是x方 加y方 等于ax x方 加y方 等于ax 对 现在要去讨论的是 在z大于等于0的 在上面讨论 下半部分不要讨论了 对吧 那么 这个是我们画过 这是个球面 这是个柱面的 这个柱面是怎么样 柱面呢 是x减去2分之a 平方 加上y平方 等于2分之a的 平方 是这样的柱面 对吧 好 所以呢 这个就是 这个就是我们画过 就这样一个东西 我再画一下 好 这是a 这是x 这是y 这是z 对吧 这是一个球面 半径是a的上半个球面 还有一个柱面呢 是中 原先 这个中心是在 x的2分之a 半径是2分之a的一个圆 对吧 在这个上头 x2分之a 中心在这个地方 那么半径也是2分之a了 这是a了 这是2分之a了 所以是这样一个 画过来 就是这样一个 这样一个柱面 好 就这个柱面 跟它交错这条曲线 那么上次我画 就大概这样画吧 我贴这些贴上去 贴上去就有点像了 对吧 看得出来吗 是哪一条线啊 是这条线 这是2分之a的柱面嘛 就这条线 交出来这条线 是不是啊 对吗 对的啊 对 是 2分之a 半径是2分之a 这样柱面 上去 跟它交的 跟这个球面 交出这条曲线嘛 这就是我们要算的这条曲 在这条曲线上算嘛 好 它是让你算的什么呢 要在这条曲线上算 这个列场做的功 列场是什么 YZX 是Y平方 Z平方 X平方 这个列场做的功 那么 根据我们讲的物理意义呢 实际上就是它 让你算这样一个解分 这到底呢 就是要你算 W算公吧 那么这就是要算 Y方 DX 这是PQR嘛 加上Z方 DY 加上X方 DZ 在这条曲线上算 只要做 问题就是要做这样一件事情 对吧 那么这里的关键问题 也是这样一个问题了 你怎么去把这个方程式 参数方程把它写出来了 对吧 那么这个像刚才那样就不行了 刚才是一张平面了 现在是在这个球面上 怎么做 好 那么我们这样想一想 还是可以知道的 怎么做法 你想想 首先呢 这里要曲线在球面上 对吧 球面的参数方程是什么 大家这些东西要比较说 球面参数方程我们讲过 半径是A的 是对X等于A Sine Theta Cosine Phi Y等于A Sine Theta Sine Phi Z等于A Cosine Theta 这是我们讲三位的球面 这都是R 对吧 那么现在在球面上 半径是A的 这R就是A了 这就是球面的参数方程 那么描写整个球面呢 是C它在0到Pi里头变动 Fine呢 在0到2Pi当中变动 描写整个球面就这样 而现在我们是什么情况呢 它这样你考虑上半个球面 上半个球面 C它应该在哪边呢 0到2Pi 上半个球面 所以在我们现在的情况呢 好 这就是球面 上半个球面的方程式 对吧 那么我现在要的 这叫曲线啊 那么你说 那你只要把这个方程式 用球座标把它写进来看 写出什么东西 对吧 然后目的是什么呢 目的我要消去一个参数 这一个参数就是曲线了 对吧 现在两个参数变成球面了 变成一个站曲面了 那么现在我再来看 它这个方程式是什么 对吧 好 那么你这个 因为我还是用这个方程式 好 现在X方加Y方 大家看 X方加Y方 就是A方 三平方 三平方 C他 X方加Y方 大家看 X方加Y方 A平方 三平方 C他 等于 A X 等于A平方 三平方 Cosin phi 对吧 那么大家 A平方 三平方 三平方 他拿掉 那么这个就等于 三平方 A平方 三平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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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于Cosin phi 也就是说 在这条曲线上 Cosin phi 不能随便变的 它是有制约的 在这个制约的条件之下 它在变动 对吧 所以你这个时候呢 Cosin phi 可以用Cosin phi 去代 Cosin phi 就是Ceta 那么这个参数 就变成一个参数Ceta了 那么三平方 怎么办呢 那你说Cosin phi 都知道 三平方 你当然知道了 等于什么 那么这个你 多写几步 这个就是三平方 三平 三平平方 Ceta 当然就是Cosin phi 了 三平方 当然就是 一减Cosin phi 三平方 这就等于 我写的多一点 大家看出问题 在什么地方 就是一减 扩三平方 就等于 一减 三平方 Phi 那么一个一 都消去了 所以Cosin平方 Ceta 就等于 三平方 Phi 但这个时候呢 你一开放 开放就是 Cosin theta 应该等于 三平 Phi的绝对值 因为Cosin theta 总是正的 Ceta在零到二分子派 里头变动 这个总是正的 而Phi 可不是 Phi 现在在什么地方变 大家看得出来吗 按我这张图 对 是 这张图 你又把它 画到这儿来了 是应该在 负二分子派到 二分子派里变动 在这个范围里头 Phi Phi 现在应该是在 负二分子派 是在这个范围里变动 对吧 Phi 是在这个里头变动 也就是说 你画成 画在这个上头 X等于二分子A 二分子A Y等于零 远行在这 半径在二分子 在这个远 这个远 Phi 不是在这里头变动 Phi Phi 从二分子派到二分子派 因此呢 Phi 在这个范围里头 在这个第一项下 它是零到二分子派 这是正的 所以呢 你这段曲线 你还分了两条 这条叫γ1 这条叫γ2 γ1这个方式 应该是怎么样的呢 γ1的时候 Phi是正的 所以 cosθ 等于sinPhi 这个是对的 这是在γ1上 对吧 在γ2上呢 在这个上的呢 Phi是负的 所以 你应该写成 cosθ 它等于负的三元 Phi 那这个就表示 Phi是负的了 在这个后头 Phi是负的了 然后负负的正 它还是正的 它还是正的 对不对 这样就应该是这样来写 所以 你这个算的时候呢 你必须要注意这样一点 这个γ1 大家看啊 所以这个时候你做 所以γ1的参数方程 γ1的参数方程 好 这个都是一样的 这个是一样的 3C它等于cosθ 这是一样的 这个是一样的 3C它等于cosθ 也cosφ 在负二分之败 到二分之败 都是正的了 所以这个γ1呢 γ1等于x 等于a的cosφ cosφ等于3C它 所以等于3平方C它 y呢 在γ1上 y是sinφ sinφ等于cosθ 所以等于y等于a的sinθ cosθ z呢 都是没什么acosθ 这是γ1 在γ2上呢 x y z 这个是一样的 这也是一样的 y就是变成负的a sinθ cosθ 这个时候 sinφ 是应该等于 负的扩散性的 负的扩散性的 所以在这个上面 这上面是一样 这个有差别 所以你算这个结封的时候呢 你算γ1 那么它的方向 要你从第一项前看过去 它的方向是怎么说 它要你从2分之a00看过去 是反式正方向 2分之a00是哪 2分之a00在这了 是反式正方向 就这个方向 所以你做结封的时候呢 在这一条曲线 你要算结封是怎么算呢 是θ 现在参数θ θ从2分之π就到0 对不对 然后在这条呢 是0到2分之π 0到 一个是 这个θ到0到2分之π θ都是0到2分之π 这个方向是2分之π到0 这个0到2分之π 然后把这些设置带进去算了 x y 让我不在这算了 最后的答案是等于多算呢 等于负的4分之π a三方 负的4分之π 这就是我讲这样一个几末的意思呢 就是告诉大家 这个难得还是在这个定这个参数 难得还是曲线的参数方式你怎么来表示 那么剩下来算吧 就是上一扩散你去算算就是了 就这样一个问题 好 最后呢 这是第一行第二行曲线 我们讲 最后我们来讲两个曲线级分之间的关系 我们来说一下 两个曲线级分之间的关系 也就是我们这一节的书上最后一小段 大家看 266面 最后底上一段 这个要知道一下 两个曲线级分 在进行的时候 他们的关系呢 是这样的 我们记得 以前我们讲过这样一件事情啊 一定要曲线 R等于RT 那么它如果是光化曲线的话 那么它的切线量呢 就是REPT 这是叫它的切线量 对不对 那么如果我们这条曲线 是用弧场做参数 大家这句话是听到过的 是吧 用弧场做参数 这个时候有什么特点呢 就这个时候它的切线量 DR DS 这参数是S了嘛 这REPT R EPS 这个项量有什么特点啊 它是单位项量 就是一般来说这个项量可不是单位项量 这个项量 它是单位项量 就用弧场做参数的时候啊 它的切线量都是单位项量 这是弧场做参数的特点啊 好 现在我们就利用这样的特点啊 我们来说一下这个两者之间的关系 什么关系 好 我们说第一型曲线结分 是F第二型啊 F点称DP 然后在干嘛那结分 对吧 DP 那么这边的DP呢 我一再说 这就是我们以前讲的DR 这是一样的 就是位置项量嘛 这是位置项量 那么所以呢 现在来说 在这条曲线上 就是DP 用DS 如果我把这个项量集成T0S 这是个切项量 那么这个切项量呢 它是个单位项量 它就是这个项量 这个时候呢 T0S 是一个单位项量 用弧场做参数啊 这是单位项量 也就是说 这个时候呢 我把DP呢 可以写成T0S 乘上DS 把它乘过去 也就是说 这个时候 这个我可以写成F 点称什么呢 点称一个单位项量 单位项量 这个当然是S的函数了 DS 干嘛上结分 那这个就是第一型曲线结分了 这是第一型曲线结分了 对不对 当然你这F 这个都用弧场做参数带进去了 弧场做参数带进去 这个就是曲线结分 第一型曲线结分 就这两者之间的关系 就这样一种关系 以后我们再来 下面书上有个例子 来说明这个怎么用法 我把这个例子 这个例子很简单 我来说一说 好 比如说这个 你可以这样来用它 他说 你算一个 大家看书上这个例子 260全面第三个例子 他要你算一下这个结分 X比Y 减去Y比X 在什么地方结分呢 在一个单位元 半角度A的 远周上结分 半角度A 方向呢 是指这个 也是正方向 反正是正方向 这样一个方向 刚才我少讲一句话 大家注意一下 这个不是我刚才说过 这个是有方向的吗 这个是没有方向的吗 那么你这个方向 体现在什么地方呢 方向体现在这个T0s 必须是弧场增加的方向 切下量 这个我们前面讲过 这个切下量是弧场增加的方向 所以这个方向是定的 所以这个结分呢 是定的 就是这个 这个T0s 这个 这个Gamma 这个方向给了一会儿 这个是弧场增加的方向 所以这个是定的 好 这个结分呢 当然 这个结分很容易算了 因为在这个半角度A的原状 那么X 当然等于A cos theta Y等于A sin theta 那么在反方式方向 θ从0到2π 这个当然很好算了 算一下 算是什么呢 是等于2倍πA平方 你带进去算好了 2倍πA平方 这个带进去一下 你看眼睛看看 看出来了 那现在你如果用这个 用这个公式来算 怎么算法呢 我们来看一下 我主要讲的是这个 讲后者 用这个参数带进去 带进去早就知道了 对吧 这就算出 用这个来看呢 我们这样来看 我们把F 现在我考虑这个项量 -Y -YX 这个场-YX 那么这个时候呢 F乘YDX 那么这个时候 我的 F DP呢 还是原来的XY了 DXDY了 DXDY了 对吧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的F 点称DP呢 当然就是什么呢 -YDX XDY 对吧 两个点称吧 XDY加上 所以就等于XDY 减去YDX 也就是我这个阶分了 所以我这个阶分 现在可以写成这样 对吧 那么这样呢 这个阶分根据我刚才说 它可以写成 F点称 它的单位切项量 这个切项量 这个单位切项量 对吧 这个时候 它的切项量怎么 你看 大家看 这个点 这一点 做标的XY 它这一点 这个项量是什么呢 发项量 就是XY了 这个项量 不就这个 这个项量就是XY 这个就是XY 所以它的 切项量是跟它垂着的 这是切项量 而且是增加的方向 所以这个项量 应该是 -YX 你看这两层起量 -YX 加XY 等于0了 对吧 而且它是这个方向 但是这个不是单位切项量 那单位切项量 还要处装这个半径 因为这个是在远周上的点 它加起来是XY 加Y 放着A 这个才是单位切项量 对不对 所以你这个就是我的T0 所以用这个公式来算 应该是等于 F 是-YX F 再点称 这个项量 就是A分之一 A-YX 这个项量 这就是增加的方向 -YX 然后 在DS 就用这个公式来点 还是在这个取权了 那么你这个一算 这就是Y放加X放了 Y放加X就等于A放了 所以这就等于A分之叶 A放 Y放加X放A放 然后DS DS在干嘛 就是胡缠了 等于2πA 对吧 DS远周上干2πA 所以你这个销区呢 A 就是2πA放 跟这个是一样的 2πA放一样的 就用这样一种办法 也是可以算的 但是你要搞清楚 这个单位切项量 跟它垂着是切项量 那么这个方向呢 -YX 如果Y-X 当然也是切项量 但是往下面来了 不是增加的方向 对吧 这个增加方向 而且是单位想要除A 然后这个是往下来 这个结果 下面呢 我下面就要开始讲第三届了 这是第一届区 第二届区 下面呢 我讲一下Grain公司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公司 今天我来不就讲完它了 我来把这个公司的意思来讲一讲 你们学过佛变寒书的同学 是不是已经碰到我Grain公司了 对 就碰到了 就让我的数学 稍微持后 数学分析持后一点 因为在佛变寒书里要用的 持后了一点 Grain公司讲解 什么事啊 就下去呢 我们全面解分 我们还要两个 一个叫Grain 现在开始第一个公司 下面还有Gauss公司 还有Stocks公司 这三公司是连在一起的 我现在讲Grain公司 Grain公司讲解什么事呢 讲这样一个事情 讲平面上的解分 大家看一下 Grain公司讲的事情 这样一件事情 我平面上给一条一个区 这是平面上一个区 一个区 这个区域Omega来G 那么它的边界呢 我们还是跟以前一样 用这个记号来记 再记这个区域的边界 那么我们知道 在这个边界上 这个叫曲线了 这叫曲线上 有曲线结分 对吧 区域内部 有二重结分 对不对 那么现在问题就问 在区域里头的二重结分 跟区域边界上的曲线结分 两者之间什么关系 那么Grain公司呢 讲的就是这件事情 Grain公司讲的 大家知道Grain公司讲的 就是把区域边界上的曲线结分 这个曲线是指第二型的区域结分 来跟这个曲面上的 跟这个里头的二重结分 他们联系起来 这就是Grain公司 那么我把这个Grain公司写一下呢 这就是书上的这个定理啊 大家看书上的271面 271面 定理是7.3 我先把这个定理写一下 以后我再来解释它啊 解释它 Omega呢是R2当中的 平面上啊 我们这套平面 空间我们下面再讲高次功能 Omega是R2中的 由若干条光滑曲线 若干条光滑曲线 所围成的地区域 假如Omega Omega是R2当中 若干条光滑曲线 维生的B区 那么这两个函数 PXY QXY是两个函数 以后平面上 我叫二元函数 这次看在Omega上 在Omega上的意思呢 就包括区域里头 跟边界上都算在里头 B区嘛 就把边界都算里头 PXY在Omega上 有连续的偏导数 有连续的偏导数 我一加了连续的偏导数的意思呢 这个函数就是可为分的了 两个二元函数都是可为分的 可为分的可为分的 可为函数呢 当然它是连续的了 所以就 这两个函数都是连续的 而且都有连续的偏导数 在这些条件之下呢 那么我们的结论是这样 下面就结论了 那么这两个函数 构成的这样一个解分 PDX加上QDY 在这个边界上的解分 大家看 这是一个第二型曲线解分 一定等于什么呢 就等于这样重解分 偏QX减去偏PY DXDY 在Omega上的解分 在这个区域内部的解分 这就是曲线解分 跟这个区域上的区域 二重解分之间的关系了 对吧 那么我现在这个定理写了以后 其实包括很多内容 包括很多内容 我们已经慢慢来讲 我下次今天到聊不久 下次证明呢 我先对这样一个最简单的区域来证明 什么叫最简单呢 就是这个区域是单连通区域 前面呢 我们这个概念没讲过 薛国佛辩兽同学 可能已经知道了 这个区域我现在说 这个区域啊 这是一条区域 你再画一条区域 那么这两个区域 这个是γ1 这个是γ2 这个不算 我的区域是这一块 什么叫区域啊 区域就是连通开解 对吧 这是不是开解啊 边界先不算它啊 这是不是开解是的 然后再加上它当然是连通的了 任何两点你总是一条曲线连起来了 这是一个区域 所以是这是有这样两条曲线的围成的区域 那么这个区域跟这个区域不一样 不一样在哪呢 这个区域里头有个洞的 这有个洞啊 这我们通做的话就是洞了 用所语来讲就叫什么呢 这个区域是多连通的 不是单连通的 多连通的 这个区域呢就叫单连通的 那么怎么来定义 什么叫单连通多连通呢 这个书上没讲 我们简单说啥 什么叫单连通呢 我们这样来比较简单的来描述一下 这样 一个区域什么叫单连通的呢 我在这个区域里随便画的封闭曲线 随便画的封闭曲线 随便画 那么我说如果这条封闭曲线 能在你区把它收缩成一点的时候 它永远碰不到区域外面的点 那这个区域我就叫单连通区 我再讲一秒 再仔细听着 什么叫单连通区呢 我在这个区域里随便画掉封闭曲线 然后我让它曲线收缩成一点 随便你怎么收缩了 收缩成一点的时候 永远碰不到区域外头的点 那么这个区域我就叫单连通 你看这个是不是单连通啊 你碰不到 这就不行了吧 我画的封闭曲线 你收缩到一点能不碰到它吗 这是不行 这个就不是单连通的 对吧 这是不能的 所以呢 这两个区域有不一样的地方 这个就是单连通区域 不 这个是没有洞的 这个是有洞的 对吧 这是有洞的 那么洞还可以好几个了 这是一个洞 我也可以这一个洞 这个洞 那这都是区域啊 那么我就不去说 二连通三连通四连通了 这个对我没什么意思 我们通通就叫多连通 不是单连通的 就叫做多连通 那么我这儿讲的这个 国人公司呢 在这些区域都是对的 不光是这个单连通区域 在这些区域都是对的 那这里牵涉到一个什么问题 大家想啊 好 你刚才说一个最重要的问题 你没有介绍 什么问题呢 这个区域啊 是跟方向没有关系的 你这个是跟方向有关系的 对不对 那你这个方向怎么定啊 好 现在我规定这个方向啊 这个时候 我这个方向总是这样来确定 区域给了 我说人 沿着这个方向走的时候 区域在你的左边 这个方向算这个区域的正方向 而这个Om呢 就是指正方向 我再说一遍啊 沿着这个方向走的时候 区域在你的左边 那么这个方向叫正方向 比如说 对这个来说 这就是正方向吧 这样走就是反方向了 这样走都是区域在你的右边了 对吧 区域在左边 这是正方向 好 所以这个是比较简单了 到有一个洞的时候 你看看怎么办呢 大家看啊 有洞的时候 区域是这样一块区域了 这个当然不算了 区域 但边界是什么呢 边界最这两条都是它的边界啊 所以这个时候 国营公司这个Om的边界啊 是包括这两条 那么这个时候你取方向就要怎么取呢 对这一条而言 这个是正方向 是吧 你能这样走的区域在你左边嘛 对这条边界而言 谁是正方向呢 是 这样才是正方向 你这样走到区域在你左边 你这样走过来 你看 你这样走到这儿来 区域在你左边嘛 这样 这样走 这个才是你的正方向 所以呢 这些方向都定下 在这个移植下 在这个移植下 这个公司也是对的 不管你有几个洞 不管你有几个洞 这个公司都是对的 都是对的 所以呢 这个国营公司呢 就是对这样一种多连通的区域 这个地方都是对的 但是有个很重要的条件 就是要求这些偏导数 在你这个区域里头 都要是连续的 不连续的话 就会出问题的 在我们下面再来讲这个例子 再讲例子 那么我证明的时候呢 下次再来证明 来不及了 我们要对这样一种区域来证明 什么样的区域呢 你看 我下次证明 我就对现在这个区域 这个区域什么特点呢 有这个特点 你看 我可以画两条线 把这个区域 包含在这个范围里头 而这个区域呢 我叫做y等phi x 这条区域呢 叫y等phi x 一个区域能这样写的 叫做加列区域吧 什么你叫A列区域 这都无所谓了 我叫做加列区域 这个区域 我同时也可以这样写 对不对 你看我也可以把它写成这样 我把这个区域这样 我把这个区域这样 关在这里的这是cd 那这条区域我可以记得x等于 x等于比如说lambda y 这是这条区域呢 这个不要不看 我算从这份都不都讲过这个吗 这个一条区域 我叫做x等于mu y 比如说 那么这样一类区域呢 就是我可以投影到这上头 把它全包在cd区域里头的 这样种区域 我叫做业内区域 那么我下次证明的时候 我先对一个区域啊 它既是加列区域 又是业内区域 这个公司是对的 那你说 是不是有这样的区域 它不是这种情况的 当然有的了 它 比如说 你随便画个区域 比如说 所以呢 这个业内里头有好多内容啊 比如说 这样的区域吧 这是个区域吧 这当然是个区域了 这个区域是 是一类区 是不是 是加列区 还是一类区啊 一类区 但不是加列区 对吧 你加列区怎么办呢 你怎么做条线 把它 是这条灯 当然可以做条线了 这样做条线 把它包在一起 但是你不能说 因为你这儿做的时候 它要碰到的 你不能说是 这里碰到好几个点嘛 就不能写一个函数 两个函数 这样的刻画 碰到好几个点嘛 对不对 所以 下面证明呢 我首先对这种区域 它既是加列区 一类区 正好 然后再说 如果有一个不是加列区 怎么办 然后再说 如果不是单列区 怎么办 多连通怎么办 那么后头这些技巧呢 都是一样的了 好 所以下次呢 我们先来讲 这个很容易证明啊 好 今天下面我讲一下写题 嗯嗯 下次再来证明啊 就这个定例的思想就这样 大家 签论到的问题 就这么一些问题 大家注意一下就是了 好 我们做的是17.1 这个今天的题目都不难的啊 都是 大家操练一下这个公式啊 公式的意思就知道一下 17.1 262面 262面 我们做第一大题 做 1245 这样四个小题就可以了啊 然后呢 我们放到17.2 17.2 17.2呢 260前面 260前面呢 我们做第二题开始做 第二题呢 我们做 123 123 然后呢 5 1235 然后做下第三个题 第三个题大家看一下 我说几句话啊 第三题 现在假如常数ABC 满着这样一个不等事 要你算一下这个解分 那么这个解分呢 呃 这个曲线呢 就是单位圆周的反制正方向 那么这个呢 解分没什么难的 就你把它带进去算嘛 就最后实际上算一个定解分 就叫大家复制复制 这个定解分怎么算 就是算下定解分 呃 这个 最后的答案是这样啊 这个题目的答案是这样 等于2π 下面是C 除上C的绝对值 再乘上AC减B方 那么这里呢 C不会是0的 为什么呢 因为AC减B方大于0啊 C是0的话 就负B方大于0 当然不对的了 所以最后是这样一个解答 好 第四个题我们再做一下 做第一个小题 然后呢 第五个题 然后做一下就可以了 这都是练习性的题啊 嗯 好吧 今天我们就到这 嗯 我说一下 我再说两句话啊 大家对这个其中考试啊 很关心 我说一下其中考试 其中考试我们就考15 16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